韦国的大夫赶走了公子索之后 立了钳帽来做国军 公子索就躲在齐国 一直住了七年 整天地求求齐相公帮他 让他打回去韦国 接回国军之位 他还答应 如果做回国的国军 就将苦苦里面珍贵的黄金玉器 拿出来送给齐相公做报酬 离枝所在 又是亲戚 兼备齐相公 亦想杨威诸侯独霸一方 他就约了老国、宋国、陈国、蔡国 一共五国 一起来攻打韦国 想帮公子索来复慰 周朝天子 因为这个铁帽是女婿 派兵来救 谁知不够打给齐相公打败了 齐相公就将国军 铁帽和一班大夫都捉了 那是因为铁帽是周天子的女婿 齐相公也不敢杀了他 就将铁帽送回洛阳 交给周天子来处理 将勇护铁帽那班大夫 杀了 立了公子 以作为为国国军 为国这段恩恩怨怨的事 就告一段落了 齐相公搞了这么多事 妹妹文姜 事更多 文姜比她姐姐齐相公 就生得更漂亮 兼顾好有文才的 通金博古出口成章 她父亲齐曦公最疼这个女儿 本来想把文姜 嫁给郑庄公的细子郑忽 郑忽 肯定不肯高攀 几次都说不成 后来 老国的国军老环公 知道文姜那么漂亮 由贪徒齐国的大国 就向齐曦公来求婚 这个老环公 就是和公子暉一起 杀了自己老老人公 抢了皇位的公子鬼 齐曦公最初都不太怨 后来老环公一美送礼 求人来到港澄 齐曦公才答应 将文姜嫁给老环公 老环公以为这回 能够攀附到大国 又存到个余花似玉的夫人 真是心满意足 谁知道 谁知道 就取了个和害 原来文姜此人 心地不正 品德极坏 他和他的大佬齐相公 并非一无所生 两个自小就在一起 他不顾兄妹的名分 产生了你连我爱的感情 一直到文姜嫁给老环公之后 他两个情思还未断 那两个没来往很久了 有一天文姜要她丈夫老环公 陪她回外家 其实那时候 文姜的父亲 齐曦公已经死了 文姜想回来 见一见齐相公 那时候 齐相公已经接了王位 文姜回到齐国之后 他兄妹两人居然明目张胆 住在一个房 那么大件事 当然就瞒到她丈夫老环公 老环公全身打冷枕 那时候 老环公身在齐国 明知道齐相公这个人 杀人眨眼 六亲不认 无可奈何 只好提出来 立刻要带文姜回老国 那个齐相公 见到事情敗老 就怕传出去不好听 又怕老环公回到老国之后 会来报仇 他一不做二不忧 下狠心地把老环公 杀了他来灭口 他就借意说老环公 要翻车了 他在京城的郊外 在牛山那个地方 要请老环公去交友 同时切烟来都松幸 老环公推迟了很多次 不想去齐相公 一里派人来请 老环公没办法 就留下文姜在行馆里 可是他也带那些随从 到牛山附宴 以前的那个程 spooky 老闆公在宴会上对老闆公十分恭敬有礼,在值间,齐郭大夫还轮流来向老闆公敬酒,老闆公逼着一吐气,闹声不出日,你喝酒,想借酒来解门,喝到他烂醉如泥不省人事,齐相公立刻吩咐大将公子彭生送老闆公翻车, 暗中他吩咐彭生在半裸杀死老闆公,那个公子彭生是出名的武将,这个人力大如偶,他扶着老闆公上车,那部车走到半裸,彭生突然双手抱着老闆公,用尽死力一挟, 哎呀,将老闆公的脱骨都截到断了,大喊一声,血流到满车都是,当堂就断了气, 那个彭生还诈诈诈诈诈诈,叫部车开快点,说老闆公走醉中风,要赶入京城来救治, 其实呢,老闆公当堂已经断了气了,那齐相公呢,就什么都不知道, 哭哭啼啼,跟老闆公扮喪事,还叫老闆公立刻派人来接官木回去老闆公, 老闆公那帮随从就明知道是齐相公设计杀害老闆公, 在齐国那时候就不敢出声,回到老闆公就一五一十说出来, 那帮老闆公大夫就生气了,就主张出兵阀齐来都报仇, 有个大夫叫做施白,施白这个人呢, 认真有头脑有眼光,是个非常有本事的人物来的, 他就劝着大家,他说,这一件都是一件丑事来的嘛, 如果传出去,被其他诸侯知道, 只要拿来笑而已, 而且老弱齐强,打也不一定打得赢他, 反而自己拿来出丑, 不如忍着气先,叫齐相公杀了谋害主公的彭生, 那就等这件事对其他诸侯有个交代, 暂时是这样算啦, 于是老国呢, 就一面立世史同为国军, 叫做老庄公, 一面呢,就派人拿一封国书给齐相公, 说现在天下诸侯议论纷纷, 说彭生杀了老国国军, 请齐国将彭生证罪, 那个齐相公呢, 明明是自己指使彭生去杀老环公的嘛, 至今老国说要来杀彭生呢, 哈,他反而十分高兴啦, 对了,杀了彭生, 那自己就推卸了一切责任啦, 他就立刻派人召公子彭生来朝见, 彭生就自以为杀了老环公, 立了一大功压, 这回一定是上朝受赏, 兴高采烈的就赶着来啦, 齐相公一见彭生来到, 立刻帮着老国侍臣的面前大声喝, 哈, 说人见老侯饮醉酒要你扶他上车, 要你好点服侍他, 为什么你更不小心, 现在老侯突然身亡, 你难逃罪责, 再给我推出去斩, 一帮武士就将彭生立刻绑住, 彭生那时候知道上当大声要吵, 你这个无道昏君, 你自己要掩盖丑事, 叫我杀你妹夫, 今天又将罪过推给我, 我死不甘心, 我死都要变妖孽来拿你的命, 齐相公快点用双手掩着耳朵不敢听, 日未就要吹速, 快快点斩掉他, 斩掉他, 旁边的人个个心中明白, 掩盖了嘴, 像偷笑, 那老国侍者, 见到杀了彭生以后, 跟着提出来要接文姜回老国来的守候, 那文姜呢, 按照理制, 自己丈夫死了, 现在的儿子又做了老国的国君, 那不回去老国就不行的嘛, 这件事呢, 又完全是自己和大哥一起一起, 杀了自己丈夫的嘛, 那确实是没面子回老国了, 于是文姜呢, 就跟随着使者, 就回到老国边界的地方, 就停着不肯去了, 文姜就对那些随从说, 这儿又不是老国, 又不是齐国, 我就在这里养老算了, 那那些随从呢, 就不敢勉强他的, 立即回去报给老庄公听, 老庄公一知道这样, 就快点在边界足夕的地方, 建了座宫殿, 就安置了个母亲文姜住在那里, 那文姜不回老国呢, 老庄公就恨得没了, 因为文姜, 夹齐昌公杀了老援公, 那是老庄公的杀父之手, 但是文姜不回老, 又是老庄公的生身之母啊, 自己是有奉养之宅, 不杀得的啊, 那如果整天对着他, 那你说怎么处置好啊, 现在离得这么远, 那就算了啊, 老援公被杀这件事, 就是这样不了了之了, 那齐国的齐相公, 杀了老援公以后, 看见没有什么动静啊, 慢慢也甚安理得, 但是呢, 齐相公呢, 他也帮过公子索, 抢回惠国的皇位, 赶扯了国君, 杀某, 杀某是周朝天子的女婿来的嘛, 而且呢, 打回惠国的时候呢, 齐相公又曾经打败过周朝的大军, 那怕周朝兴思问罪嘛, 他就派大夫, 廉庆做将军, 管治副做副长, 拜领军队, 去守卫着边疆, 来提防着周朝入侵啊, 那两位将军呢, 就辞别齐相公那时候就说了, 神不敢持劳苦, 这防守边疆仗事辛苦啊, 请问主公, 几时能够换班呢? 那时候呢, 齐相公刚刚刚吃着香瓜, 就顺口说, 哎, 现在的香瓜正熟, 明年香瓜再熟就派人 和你们换班了啦, 那两位将军呢, 就带领兵买注集在边疆, 一年又过去了, 那人呢, 那些兵舍呢, 摘香瓜, 就呈上来, 给两位将军试下味道, 联青和管治库一见, 咦, 香瓜这么熟, 就想起齐相公讲过, 瓜熟就找人来换班了, 怎么现在还未有音讯呢, 那年青就派遣心腹入省的打听消息, 打听消息, 人们回来报告, 说齐相公去了边疆的地方和文姜一切, 住了整个月都没回来, 将军年青就生气了, 啊, 这个昏君, 本来已经娶了我妹的嘛, 现在又迷于个狐狸症, 不理我妹了, 哼, 我们在边界这么辛苦, 已经守了一年了, 他答应说瓜熟就换班了, 现在还不找人来换班, 那分骨不如杀了他, 年青就立刻找了那个副将, 管治库来商量这件大事, 管治库就说, 及瓜二代是主公亲口答应的, 怕不会失信的, 我想他怕一时不记得的, 不如提醒一下他, 如果他还是不理, 那时候军心怨恨, 再想办法对付他都没迟, 年青就派人, 拿着熟的香瓜, 来送给齐相公, 还提醒齐相公说, 主公啊, 你们香瓜好熟的了, 是边疆的将士, 特意送上来, 请主公试一下味道的, 谁知道齐相公当堂发火了, 啊, 我什么时候调你们回来, 我自然有分数, 什么你来吹啊, 回来回来, 告诉年青听, 明年瓜熟再算, 那些兵士就回来报给年青听, 年青呢, 即刻去找管治夫来商量, 想马上就杀了齐相公行大事, 管治夫就说, 要杀了齐相公, 你一定要预先找到一个人来接替国君之位, 这样才行, 现在齐相公的唐兄弟, 公孙无知, 就最适合接位, 啊, 原来呢, 公孙无知, 那是二重年的儿子, 二重年, 不同的齐相公的父亲, 齐希公呢, 是亲兄弟来的, 是一目所生, 兄弟感情是最好, 故此齐希公在生日, 就好疼这个公孙无知, 自幼在宫中就当做亲生儿子一样来看待, 齐希公临死, 还祝福儿子齐相公, 要他当无知是自己亲生兄弟来对待, 谁知齐相公接位之后, 因为有一次, 在宫中, 和公孙无知两个来比试力气, 那个公孙无知就年少气盛, 打赢了齐相公, 故此就得罪了他, 齐相公就怀恨在心, 有一次, 公孙无知呢, 就和另一个大夫, 雍临, 因为在路上相遇, 大家都不肯让路, 就争吵了上来, 齐相公就借意说, 公孙无知对大臣无礼, 将他的身份减少了一半, 同时将他调到一半, 很少理他了, 公孙无知呢, 就从此怀恨在心, 想作反好久了, 只要是没有人帮忙, 那现在呢, 管治库就想到, 要找这个公孙无知出来接王位, 同时呢, 要他屡应外合, 连青就说, 是的, 找无知就最对, 不过什么时候动手好呢, 管治库一想, 哼, 那个昏军最喜欢出外打猎的, 又喜欢带兵出外打仗, 他一离开京都, 就有如猛兽离开巢月, 容易制服他, 现在, 如果知道他几时出外, 就乘机起事最对, 连青就说, 哦, 我妹妹在宫中失宠, 也怨恨过分棍, 不如叫我妹妹, 同公孙无知串通声起, 一看众时机就通知我们, 那就大事可成, 两个人商量好, 的即找人带了封密信给公孙无知, 就叫公孙无知串通了连青的妹妹来想办法对付齐相公, 事成之后, 就拥无知当国君, 公孙无知一收到这封密信就十分高兴了, 即刻派的侍女, 拿着连青的密信偷偷的入宫, 见到连青的妹妹, 就将这件事告诉她, 那公孙无知还答应, 如果大事成功之后, 就立连青的妹妹做夫人, 共享荣华富贵, 连青的妹妹心中怨恨齐相公, 一口就答应, 到那年十一月, 齐相公果然准备出外, 去背休的地方来打猎, 连青每日知道这个消息, 就立刻通知公孙无知, 无知就留夜派人报给连青和管智库听, 连青就对管智库说, 机会难得, 分军外出打猎, 我们就带领兵马直入京都, 宁立公孙无知为国军, 这就大事可成了, 不行啊, 不行啊, 分军外出, 杀他不死, 他可以找到鄰近的诸侯来帮忙借兵来攻打我们, 到时很难收拾局面, 不如这样, 不如伏兵在半路先杀个分军, 然后攻入京都, 立公子无知为国军, 这才是万全之计的嘛, 两个人商量好了, 就立刻召集军马来到报知, 那帮士兵长期驻守在边疆, 见了齐相公呢, 这么久都不派人来换班的, 一点都不遵守信用, 个个都痛恨齐相公这个分军, 所以一听都说要打回去京城, 大家都愿意跟随, 于是就准备好军粮, 磨刀擦枪, 跟着廉庆和管治库呢, 就秘密向着背丘来进军, 齐相公呢, 涂游山换水都玩得他十分开心, 一直去到背丘的地方, 那里呢, 树木茂盛, 那是野兽聚集之地, 那里的那帮士兵就下令, 那帮士兵呢, 叫那些士兵呢, 在四边点火, 等那些树木一着火了, 那那树林里面的野兽呢, 那一寿精就纷纷四处逃生, 那帮士兵呢, 用弓箭刀枪来打野兽 果然是打得不少 齐相公自己呢 就带上梦阳 和一个贴身徐重 在附近一个小山坡里 坐在冰车上 来看那些士兵打猎 看到他十分开心 忽然间呢 在树林里面冲了一只猛手 整只水牛仔那么大的 像水牛又没觉 似老虎又没斑纹 原来是一只大野猪 那只大野猪呢 冲出火圈 一直就向着小山坡里跑过来 齐相公也在冰车上 对孟阳说 你给我杀死这只野猪 孟阳就拿起弓箭 瞄准野猪就准备射 谁知道看了一阵大声叫 哎呀哎呀不是野猪来的 是好像公子彭生那样 齐相公一看 明明是一只大野猪 他就责怪梦阳 疑心生暗鬼 彭生又怎么来见我呢 跟着呢 他就拿了孟阳手上的弓箭 亲自射那只野猪 齐相公那手箭法本来就很厉害的 怎么知道这些箭呢 来得这么近 一连三箭都射不中 那只大野猪都忽然间站起身 整个人一步步走过来 哇 大喊一声 好像人喊一声 声音凄厉 那个齐相公就吓得毛骨悚然 整个在冰车那里跌下来 撞伤那只左脚 连鞋都摔掉了 那只大野猪都一冲冲过来 他又不咬齐相公 一旦就担了一只鞋 飞这么快就走了去 旁边的贴身侍从 就快点扶齐相公上车 本来一场高兴 竟有这样的客 没了味道 立刻传令收兵 齐相公就返回离宫那里过夜 齐相公呢 被这只野猪的客 就觉得精神仿佛 心中烦门 整晚都睡不着 那时呢 军中已经打响二间鼓了 那齐相公呢 因为心又烦 脚又痛 睡不着 就叫他贴身随从 扶他起身 想走两步来散一下心 咦 床前有一只鞋呢 他就问我随从 我中了一只鞋呢 我随从就说 刚才主公受惊 那只鞋跌了 啊 气猴池 你敢要你来服侍我 怎么摔了一只鞋 你不会给我撿回来的呢 不是 那只鞋被野猪担走了 什么玩意 野猪担走了 那只鞋得了的 那你不会抓那只野猪担回来的 过来 那齐相公啊 叫个侍从过来 顺手就在旁边拿去一只皮鞭出来 你敢打了五十皮鞭 齐相公就不单止是分军来的 这只剩一步军来的 一身牛力 五十皮鞭 啊 打到个侍从衣服都烂了 背脊血 肉肉模糊流到满地血 打完之后 齐相公就赶了个侍从出来 那个侍从呢 一壳眼泪地走出来 一出到尼弓的大门口 突然就被几支利剑刺住心口 原来将军廉庆 已经带领兵马围绕尼弓 准备杀齐相公 那帮士兵呢 一续续续这个侍从 硬了 就立即拉去见年轻 年轻就马上审问他 哦 毛道昏君现在在哪儿 在尼弓寵室 睡了没 没 没 年轻审问完了 就叫那些暴下拿刀来 杀了这个侍从 那个侍从就说 将军你不要杀我啊 你不要杀我住 我和你进去打听动静 做内应罢了 哈哈 你一齐相公的徐从 你想通风报信啊 来人 来人 斩 将军 你不要生气 请将军看下我背脊了 哦 年轻一看 哎呀 血肉无边 痕累累 整个背脊打得烂了 这边就会有个人 这边就会非常重 来人 也好 咱过来人